你在乎夜谭 在乎神识 在乎人生道义 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正是因为我在乎你 我才会在这里劝戒你 还挺棒的 速战速决吧 我以为会踩着大哥二哥的尸首登上处位 想不到老天竟给我安排了一个四阶英雄 做最后的敌手 血也命也 是死吧 说对不起 别怪我冲人之位 你心系天下 与万民有人 可我也有豁出性命要保护的人 为了母妃和奎儿 你 必须死 严 丑 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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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你不能 私带宫主下届的事我没给你算 松开 你在探来这儿做什么 不行 梅儿 你们一出发 他对他学会来压我 还说 还说如果我不帮他 就不给我家人治病 我能怎么办 你 你松开 你要杀神识就先杀我 别 你别过去 这不关你的事 父王有命 谁杀了少殿友情 谁就是储君 眼下是我最好的机会 你不是说过你之所以庇护我 是因为不忍心看我和谭儿 因为成员的储君之争无辜受牵连吗 你说你不重权威 最重情义 和乌带鼎云他们不同 可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之前百般拖延保护神识 就是因为我不想看你被储位诱惑 杀死神识 变成四界罪人 让你争处这场斗争 计论成败 更分生死 如今机会就在我眼前 由不得我放弃 你不要再管这些了 闪开 瞧瞧 不行 什么事情我都可以依你 但是我不能眼睁睁看你做错事 杀害英雄会重新挑起神作和陈渊对立 扰乱四界 你在乎夜谭 在乎神识 在乎人神道义 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真是因为我在乎你 我才会在这里劝诫你 杀了神识你会成为储君 会成为下一个世学兰杀的丽王 那你就再也回不去了 招风 如果你也在乎我 就收手吧好吗